爆炸烟雾笼罩天际 以色列连续九天对哈马斯掌控的加萨展开轰炸 一栋栋高楼被粉碎成平地 当地人在慌乱中惊讨 男子们跪下来 在一片残骸中奋力徒手狂挖 拼命找寻生还的家人 以色列誓言要消灭哈马斯 但当地人说死的都是无辜的妇女和孩童 加炸走廊面积不到400平方公里 人口却有230万人 只是在过去一个礼拜 他们已经遭受4000吨炸弹狂轰 而且在以色列的封锁下 人造资源无法进入 有巴勒斯坦妇女冒着生命危险 在当地供应水和食物 在当地供应水和食物 在当地人造资源无法进入 有巴勒斯坦妇女冒着生命危险 在当地供应水和食物 在当地供应水和食物 外面飞弹淡如雨下 尽管危险许多人涌入医院 因为只剩医院有备用电力 但能够运作的13家医院 也面临关闭倒数 医院外对满遗体冲突持续加剧 当地居民也说感觉加萨人 已经被全世界抛弃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